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HA的大会这个5月18号召开 那这个其实在召开前就这个大会的一个发展 大家其实相当的瞩目 包括他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WHA未来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个发展 会是朝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在会前的时候 其实包括以中国跟那个美国为首 两股的一个势力 其实不断的就透过这些媒体在互相校正 WHA的那个秘书长谭德赛 他自己本身也参与在其中 那他的角色当然我们就很清楚是 等于是不要偏向中国这一方 所以他在这个大会里头 前一天他就抛了一个球出来说 我们这个大会 我们要邀请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那个习近平来做一个演说 那这当然这个演说 一个动作抛出来以后 先前已经是美国总统川普 也决定已经不参与了 所以两边就有这样的一个 过招的一个过程 习近平就是说他的演说 就变成他的讲什么内容 就变成大家众所关注 毕竟整个武汉肺炎 新冠病毒的一个疫情 都是从中国武汉这边开始 整个拓散开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习近平在面对 可能是国际舆论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压力 或者说甚至可能会有一些 指责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会讲什么样的话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观察的一个指标 我们整理了一下 他大概讲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他对坦德赛 就是说这个WHO的秘书长 公开表示一个赞扬 就对他的贡献 是说卓助等等 那另外他也有提到说 中国如果未来在坦德赛 那个领导之下 那中国未来可能会在两年内 投注20亿美元的一个国际援助 然后特别是对这个发展中的国家 展开一些国际合作 尤其他也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未来中国新冠疫苗 完成那个开发以后 那他将会是成为全球的一个公共产品 等于是说他也是顺这个事 在这个场合也抛了两个力多出来 一个是钱 一个可能是以后疫苗的开发的一个发展 战刑友你觉得 中国在这一千的部分 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是一个问题 那疫苗的部分你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 可以领先或者说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单就这个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 疫苗的发展 那当然这个中国蛮早就投入 武汉病毒的这个疫苗的研发 其实我们也从整个疫情的发展过程当中 可以发现其实几乎疫情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其实这个中国就投入了 应该说就速度来讲 跟能力来讲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必须强调 因为其实在这个病毒的疫苗的 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共识了 就是全球各国其实通力来合作 来做这个疫苗的研发 而且其实这个疫苗研发的成果 让这个世界各国来共享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习近平讲这个 中卫如果研发疫苗之后 成为全球公共财 公共财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意 或者是贡献 应该说是不管说是中国在研发 美国在研发 或者是欧洲跟或者是台湾 最后都会是成为全球的公共财 最后都会是成为全球的公共财 特别是当全球都共同面对 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哪一个国家 研发出来之后 把它成为一个自己的商品 在垄断跟这一个借死牟利的话 那我想其实 被微剿 在全球的国际责任上面 其实都是不能够被我们接受的 所以这句话等于 说实话等于讲了等于没讲 因为它其实就算它发展的快 但是这里头我刚刚讲 他也有提到另外一个利多 就是说所谓投入 两年内投入20亿美元的 20亿美金 对 不过这个后面是一个国际援助 它不是给WHO 是的 所以这个国际援助的一个词 灌在这里的话 这个空间就可以操作 或我想象就很多了 是 也许他可能去做自己的外交关系 或者说其他的援助等等 是不是有这样 我们也会注意到 其实习近平 在这个讲20亿美金的时候 他要强调是对发展的国家 事实上其实结合了这个 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 一直有相当大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援助 当然这个经济援助背后 有很强的这种 包括了国际动员的 这个影响力的增强 包括了这个 透过对非洲国家震惊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渗透 其实有多方面的这个意涵 那这样一个20亿美金 其实它未必是另外逃出来的 它可能其实就是 结合在原来在做的一个事情 那只是在这个国际卫生上面 多做一些强调而已 所以那个袁老师 川普就很不爽 川普就是讲说 那个WHO的一个援助 美国以前每年 大概支付给WHO 有4.5亿美元 中国可能每年支付给他们的 大概有3800万美元 但是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现在一个状况就是 潘德赛为首的一些 WHO的一些官僚 他们都是以中国为中心 所以这个川普也针对这个一个状况 发表了一个强烈的一个态度跟决断 WHO大会结束之后 他就下一个通点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30天 你能不能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改革 或说做一些修正 如果没有的话 它是这封信是写给潘德赛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美国这个金元 WHO的这部分 一定是完全会切断 虽然他之前一度有说过 会稍微减个四分之一或多少 那但是美国的一些众议员 他们也有其他的一些声音 所以他面对这个内部的一个压力 后来就有所谓的这封公开信 那就是最后的通点 30天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会再金元这个WHO 甚至美国也可能会要宣布退述 你觉得这个发展会是这样子吗 我看以川普的这个作为 他以前讲几乎都做得到 比如说气候变迁 对 他真的就退了 就退了 就退就退 但现在就要看 看到时候中国做了多少 可是这里面很麻烦 就是说因为现在不只是WHO 所有只要联合国的一些组织 几乎都被买下来 几乎等于是买下来这么讲 而且里面很多中国籍的人 在里面认知 所以我在想 可能现在川普的幕僚 大概也在想就是说 如何去解决这个联合国的问题 因为联合国如果说 是在为中国服务 那美国何必呢 而且美国花那么大力气 所以这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假如没有得到川普的满意 接下来可能会排效应 可能包括IQ 包括其他的什么农娘组织等等这些 很可能整个联合国的会有一些变化 我猜 全球的国际组织各方面都会要重新大洗牌 大洗牌 就是说美国干脆跳出来自己弄一个 重新弄一个 重新弄一个 非常有可能 那这是台湾的机会吗 我想反正台湾就是这个样子 台湾一直没机会 本来就没机会 再坏也就是这样 再坏就这样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是机会 因为我想如果美国他愿意领导一些人 出来做自己的一个东西 应该台湾是有机会 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说 其实美国财政也是问题很大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你要让川普吞下这一块 然后他一点没有扮演角色 这是不符合川普的个性 所以接下来看 而且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习近平承诺20亿 对 我觉得他这是文学的意义 因为很多人听起来都以为就是为了要 要给WHO 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 这是给一个国际协助的 那这是专业的 他才会注意这么细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也在做广告 另外就是20亿美金到底什么时候兑现 也不知道 他只是承诺而已 而且也没有具体的一个项目 或者说 或者给哪个国家 然后给多少 对没错 那这可能是本来就他自己既定的年度的一些 国际外交的一些援助 他的包装起来 变成说就是我承诺的 两年20亿 就可能是这种做法 对 也许是其他的计划包装起来 18亿他只是再加2亿而已 他就变20亿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 因为中国他现在经济状况也非常不好 对 尤其这个封关以后 他也依赖出口 对没错 整个出口都出问题 是 而且从2018年3月开始 美国给他打这个经济跟科技战以后 他其实也一直消退 股市会市房市也一直往下跌 对 所以他的经济是呈现恶化的趋势 对 恶化趋势 他税收一定会减少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用的钱 可能也不太多 口袋也不见得这么深 口袋也不见得这么深 这个可以从一个现象面来看出来 就是一个迹象 就是说中国人大会议里头 李克强在那个人大会议里头 有做一些那个政策的一些宣示 其实有一个跟刚刚那个严老师讲的 那个部分有关的 就是说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一块 他其实针对中国今年GTB的那个部分 他今年就不定所谓的目标 所以就可能他对这个疫情 对中国的一个整个冲击来讲 目前他们可能是没办法去测 他的底部可能在哪里 或者说影响面到底会有多严重 他目前可能是抓不准的 所以他干脆就不定了 不定目标了 不定目标它当然就有两种意义 一种意义是说 未来你们就不会拿来做这个东西来检视 我说有没有达到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拿来这个东西来指责我 那这个对外跟对内都有一些讲法 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 经济的整个发展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模糊空间 让他们可以再去做一些 更细部的一个操作等等 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 就是面对内部跟外部的一个状况 都非常的一个严峻 既要在满足国内的一个成长 跟需求的一个发展 那对外又要耗面子 还要说有一些国际援助等等 所以有这方面的一些大外宣的一些意义 所以我记得好像我忘了那个日期 巴基斯坦你跟他要求要好像50亿 他才给一半 对 没错 那个就打了很大的一个折后 那表示说他库存里面的东西也不太多 银蛋也不是这么充足就是 OK 好 那我们先节目进行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央广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由学者专家们多面向地解读中国 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来探讨一下 在WHA的一个大会里头 有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事情 其实有一些后续的一些状况 会未来值得关注 就是说在这个大会里头 有澳洲跟那个欧盟为主的 各分别提了一个案子 就是他们针对这个武汉肺炎 它的一个来源 它的那个到底发展 是从哪里来的 要做一个所谓的调查 那这个提案里头呢 澳洲本来是有提到 它的提案跟欧盟两个提案不太一样 通过的是欧盟的一个提案 但是澳洲原本的提案 是说有一个针对性 它第一个不同就是说 欧盟的提案里头 WHA的这个草案 不会针对哪一个国家 就是说不会说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 救援救责的一个部分 不会去针对特定国家 所以也就是没有提到中国嘛 也不当然不会去把矛头指向武汉市等等 但是澳洲的就不一样 澳洲的是指指说 我们就是要调查你中国 那另外一个两个提案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澳洲是主张把WHO排除在外 但是欧盟还是把它纳到整个WHO的一个体制下 所以最终通过了草案 还是在WHO的一个组织架构下去进行 那这样感觉起来 当然澳洲他们很不满意嘛 大家这个联署的一百多个国家 后来也没有在伸张或怎么样 所以也是有点祸犀腻的感觉 不过总算还是有一个 所谓的调查的一个动作 那中国也心不甘情不愿意的牵了下去 那所以这个部分未来的发展 会是什么一个状况 那么请战师兄来分享一下 是我们其实在这次的WHO的会议当中 除了观察到中美的这个角力之外 当然也会看得到中国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 它角色的一个微妙的变化 特别像这次以澳洲为首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调查案 他直指中国跟WHO 其实他也反映出来 其实在全球受到这个疫情侵扰的这个过程当中 蛮多国家其实都对这个中国 对于这个包括疫情的隐瞒 跟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做法相当的不满 那当然实际上最近几年 澳洲在很多这个重要的议题上面 其实对中国的挑战跟质疑 其实就已经不少见了 那我们也在这份调查报告当中 能够得到 这份调查的这个要求 能够得到100多个国家联署 甚至包括了这个俄罗斯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蛮多国家其实对于这个中国的 在国际社会当中 要扮演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角色 其实是颇有疑虑的 而且不希望说 中国在这个国际的地位变强的同时 其实变成一个整个国际组织 只帮中国包装跟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得到 其实像这个欧盟的这样的一个 在修改这个调查的提案的过程当中 那么等于是在他把这个中国 那么移出作为这个主要调查 对上的这个动作当中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欧洲的国家对中国 应该说关系好 其实还是蛮重视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 这个整个疫情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 那么很多欧洲国家跟中国的这个互动 其实都还是有它紧密的地方 为什么 那其实我想中国在这个最近十年 特别在它跟这个美国的关系 一直处在一个 没有办法彻底缓解的情况下 其实中国在欧洲各国 其实是下了蛮大的功夫的 在德国 在法国 在英国 那包括基础的建设 包括政治上的游说 其实都花了蛮多的功夫 所以我们看很多时候 其实欧洲国家 特别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 那么虽然可能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议会 重要的政治领袖 他们虽然对这个中国 处理疫情的方式不满 但是比较少从国家的这个层次 来提出一个正式的职责 相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欧盟也会蛮希望说 这个国际组织 像WHO这样的一个体制 能够进一步得到延续 毕竟其实欧盟也是蛮希望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组织的 一个运作去维持 他们自己的不同国家 主要国家的一个国家的利益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看得出来 方面其实中国并不是 它说什么大家都要相信 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对中国的这种做法表现出 不耐烦跟不信任 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公开的表达出来 另外一方面 这个过程它也并不是一个 一面倒的一个情况 好那它其实 中国还是用 透过它自己的不同的方式 拉住某一些国家 当然这些情况 其实都也会随着 整个疫情的 我们说的后疫情时代 包括这疫情 会不会在全球再次的爆发 跟这个疫情的之后的 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智力 具体来讲是怎么样发展 来会展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过去几年 我们所比较习惯的 说美国跟中国 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拉锯 但是中国在这个国际社会 其实有它自己 不管说透过大外宣 透过援助 透过各种不同的手段 能够得到这样的认可 其实并不是那么坚实的 那个澳洲这个提案 或者说这几个国家里头的 一个连署的一个动作等等 有没有美国在背后运 做操作的一些痕迹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个人觉得 其实澳洲在做这个提案的时候 确实应该是有美国的 这个影子在里面的 其实相对于这个美国 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于中国 对于WHO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会 也不能说这个澳洲 完全就是顺着美国走 因为实际上在这个 比如说在疫情爆发之前 很多事情上 比如说在这个 香港问题的处理上 在很多中国在人权问题的处理上 我们就看到澳洲 其实已经采取 比较积极的批判的做法 我们也相信 其实澳洲基于 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跟他自己的 对于人类发展的 一个愿景 他对于中国的崛起 跟崛起的方式 跟速度 其实是有他自己的疑虑在的 所以他也愿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带头出来 来发动这样的一个调查 事实上我们知道 其实澳洲 它本身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并不算太大 这一轮疫情的扩散过程当中 那么其实跟纽西兰 跟台湾 几个国家算是相对 控制的蛮好的 对 那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中国提出正式的 这个质疑 蛮大程度上 其实是对于中国的角色 跟这个WHO 在中国的影响下面 我们要说 不要说控制的影响下面 其实没有办法 替全球提供一个 公平的平等的 而且专业的服务 我想这个其实是 澳洲它主要的立场 对 那当然其实也反映出来 我们刚刚说的 很多国家 其实对于中国 未来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角色 实际上 还是有蛮多的疑虑 而且希望能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出现 没错 那个WHO大会里头 除了刚刚我们提的 这几件事情以外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是跟两岸 或者说跟台湾 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说 这次当中里头 台湾有14个友邦 他们曾经提案说 要要求将台湾参与的一个案子 来排上议程 那这个案子呢 那个坦德赛就是利用 他的自己一个秘书长的 一个行政裁量权 技术上的一个杯葛 他最后还是说 把这个案子 他裁决说 把这个提案 并按提交给 WHA的总务委员会 那但是这一次 因为WHA这个开会 也是做一些视讯的一些会议 所以那个整个规模 议程 整个都大幅度的一个缩水 所以这次会议里头 就没有所谓的 总务委员会议 大会主席在处理 这个议案的时候 那最后就是说 在没有人议议下 裁定说 这个让台湾参与 WHA的这个议案呢 就延止年底赴会的时候 再由那个 总务委员会来讨论 这等于是也是一个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 这背后一定 当然是有一些 中国他们已经戳好的 一些那个影子在里头 所以 严老师 也是一样没机会嘛 或者说也只是 把话题又在 暂时在拉长而已 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机会了 是 但是 国际支持越来越 强 是真的 是真实的 是 这问题是要拉回来 刚才有在谈 澳大利亚跟欧洲的 是 对 我是这样是继续解读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以前中国对澳大利亚渗透的太厉害了 孔子学院 曾经我的印象里头 曾经也蛮亲共 很亲共 像以前Rod Rod对 中文也可以讲 是 陆克文 对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很多那个介入他们的政治 学术 对 而且很多的像矿产都他们买下来 另外就是他们在南太 隐霾很多国家 包括断了我们的邦交国 但是那块是澳洲跟纽西兰的一个传统的后院 或者前院 对 所以整个起来你会发现说 有个角度来看就是说 因为澳大利亚他本来他三千多人人口 他福源这么大 他资源丰富 所以他也是一个算富国 他现在担心了 这是我的猜测 这个大家我们以后来看 本来澳大利亚过去在1970年代 我们就知道 他有那种白澳政策 他其实是很反对外人移入 所以我在想 这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拒绝中国人进来太多 因为中国最近过去这十年 移出太多了 包括到新加坡陆籍 包括到其他 我觉得也就是说 因为我跟你在这个议题不合 其他也大家别想合作 有这个关系 另外就是南泰整个都被他买下来了 等一下我再拉回来 欧洲差不多2006年开始 对中国的贸易自治 一年都差不多1700亿左右 1700亿1600亿美金左右 大量的自治 中国大量的去那边购买 甚至连葡萄园都买下来 然后欧洲他又是很分散 东欧一带一路 16个国家都被拉进去了 对没错 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一致的这个政策 所以他当然就比较保守 就是在WHO的这个架构下 他没有办法像澳大利亚 他就直挑中国来弄 所以这个问题 拉回到我们这边来看 就是说台湾很明显 现在越来越走跟美国接近 澳大利亚也蛮支持台湾的 所以可能台湾的选项会将来会 我认为中国绝对会继续阻挡我们进去 但现在是刚刚您讲到可能年底再来看 那这是一个缓冲 可是我看 希望来自不当 希望不会太大 而且问题就是说参加WHO没有意义 现在看起来是没意义 本来就没意义 因为它只是个大会 参加类似我们参加学术年会一样 最重要我们是要成为member 或者说至少观察员 可是没有 所以我看这个问题可能没那么 可是这部分有一些公卫背景的人 我想暂时也许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会不会 其实加入WHO当然这个 能有是最好 当然能有是最好 政治上的象征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当然就像刚刚杨老师讲的 其实在现实上确实是机会蛮小的 但是至少在这次尝试加入WHO 在WHO的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其实事实上其实是 WHO透过一个等于是议程搁置的方式 要台湾加入WHO 要作为观察员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暂时不处理 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 他其实在过去WHO的做法 就是直接拒绝了 对那今年他其实采取一个 搁置的一个做法 那么避免这个直接拒绝 邀请台湾 其实让WHO进一步的成为众矢之地 其实整个像风头上 是那当然其实透过WHO 台湾加入WHO 在这个政治上的象征当然重要 在专业上的意义 其实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这个世界各国 能够对台湾的 包括了工业上的专业 跟这个在医疗上面的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不是来自于台湾能力不足 而是来自于这个国际上 对台湾的一个定位 其实是相当的模糊的 今年又不是因为台湾 在这个疫情的表现上面特别好 好在过去像比如说 在这个SARS治理的时候 中国是直接把这个台湾的SARS的问题 直接放在中国的一块来处理 那国际社会好像也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事实上它对台湾是很不利的 是 那这也是我想在这个加入WHO的 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 在专业上面 其实是会比较受到重视的一块 对啊 其实虽然国际上有很多国家 或者说很多声音在深远台湾 那台湾自己本身也很争气 那表现的也很好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气氛之下 其实中国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媒体 对台湾还是也酸言酸语 还是非常的多 就是说我们是被拒绝在这个WHO的门外 那人民日报这边还会有一些评论 就讲说 这也是他们估计就台湾民进党的当局 和台独的势力 就内心就会五味杂成 那以为这个在全球防疫的背景下 可以挺进WHO 那事实上 民进党当局把这个参与WHO的事情 当作是一意磨堵的手段 所以他说这个是在痴心妄想 说我们台湾在抱美国大腿等等 那这看起来还是没有好话 这气氛下不是这么的一个 这么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 今天节目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 WHO的大会结束之后 那整个中美关系 整个国际发展 未来的一个方向跟重要指标等等 我是主持人张振宁 那今天接受访问的是 严谨发言老师 跟王山喜王老师 那节目尾声 我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如果你们对本集节目有任何收听想法 或者是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电子邮件可以寄到 2020小老鼠 rti.org.tw 或者是 2020-0203 NEWS 小老鼠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